北京时间8月3日,中国体操迎来大丰收。 继于邹靖元夺得男子双杠金牌之后,女子平衡目赛场也传来喜讯。 管晨晨凭借14.633分的成绩夺得金牌,而队友唐倩竞获得银牌。 在电视机前观战的管晨晨父母更是激动万分,疯狂庆祝。 管晨晨最后一个出场,由于在他出场之间,中国另一位选手唐倩竞暂列第一。 也就是说中国代表团已经提前锁定这枚金牌,不过对于管晨晨来说,他需要挑战自我。 在预赛,管晨晨14.933分厌压群方。 而在决赛,管晨晨依然发挥稳健,最终14.633分夺得金牌。 管晨晨的父母在看比赛的过程中都非常紧张,尤其是最后时刻管晨晨完成整套动作。 分数还没有出来的时候,两人都非常非常紧张。 在管晨晨分数出来的一刻,两人瞬间从沙发上弹了起来,振臂庆祝。 管晨晨的父亲极度喜悦,他随后直接抱起了管晨晨的妈妈,两人激动拥抱,庆祝这枚金牌。 随后,管晨晨的爸爸直接落下了眼泪,抱头痛哭,还冲向电视机拥抱女儿。 而管晨晨的妈妈,此时也已经热泪盈眶,说不出话来。 此时,管晨晨的家已经沸腾了,亲友们也都纷纷落泪。 而管晨晨父母的电话也不断响起,纷纷祝贺他们的女儿夺金。 东京奥运会进入竞技体操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角逐。 小花馆晨晨和唐晨晨双双拿出最佳状态,完美发挥霸占金银牌,体操女皇拜尔斯拿到铜牌。 至此,中国体操队已全部结束东京征程,以三金三银二铜的成绩收官。 此时,唐晨晨下意识把队友搀扶起来。 14.633,当管晨晨晨,他给自己的家庭和家乡湖北都带来了荣耀。 而且,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夺得金牌,让中国代表团时隔九年,再次在奥运会平衡木项目上包揽金银牌。 中国体操代表团,在东京迎来了一个漂亮的翻身账。